有超级英雄的地方就少不了反派角色 不过一些反派角色人气很高 虽然最后都是邪不胜正 但是正是因为反派的存在 反称主角的正义 所以本期大可看齐文话题 漫威人气反派排名 来看看有你喜欢的反派角色吗 奥创 威胁程度四颗星 在电影《复仇者联盟2》中 奥创是钢铁侠和绿巨人共同创造的人工智能 设定就是拥有自主的意识 以及学习能力 只是自主意识太强 大脑经过不断的升级后 居然要毁灭所有人类 认为机器人才是未来 最终和复仇者的大战已失败告终 它的主要能力为超越人类的智慧 拥有着爱德曼金属身躯 洛基 洛基在抖三的演绎下人气达到空前的高度 毕竟漫威十周年的海报 只有他和一大群的超级英雄合影 这里的洛基已经不是一个反派了 也是一个超级英雄 作为一个反派角色 收获极高人气的 在历来的超音电影反派角色中并不多 虽然洛基的表现能力并不突出 但是表现力加上演员的演技 却是爆炸性的存在 多玛姆 多玛姆原是一名人类巫师 在发现黑暗空间的存在后进入其中 并成为了黑暗空间的主宰 他舍弃了原本的肉身 得到了无比强大的邪恶力量 随后开始了对其他维度的征服 多玛姆的黑暗力量几乎是无限的 他可以轻易地从能量和物质之中 汇出黑暗本身 并把人降级到不存在 不仅如此 多玛姆还曾在自己的黑暗维度中 毁灭了宇宙五大创世神明之一 永恒的分身 作为漫威宇宙中最强大的地狱领主 多玛姆被认为要远远强于 莫菲斯托和其他魔王 海拉 海拉并不需要什么杀人的理由 她是死亡女神 海拉穿着复杂盔甲和多角头盔 银色也是深绿色和黑色为主 在雷神的众多敌人中 她是最可怕的 毕竟当一个角色 对死亡领域拥有统治权的时候 想要阻止她是很困难的 她甚至还砸碎了雷神之锤 这样可怕帅气的反派 你喜欢吗 灭霸 灭霸是出生在土星卫星上的永恒之族 她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是漫威宇宙中力量最强大的人之一 她的出现应该是超级英雄们的灾难了 不仅死了不少角色 而且灭霸也是漫威电影宇宙中 唯一成功逆袭 火到蓄积的反派 最后甚至一个响指 灭掉地球上一半的生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